自创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得了自创以后 其实大多数并不需要做手术治疗 只有症状严重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做手术 因为自创手术做完以后 比较痛苦一些 人们比较恐惧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微创手术 但是不是每一个痔疮都适合做微创手术呢 我们其实是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 是否做微创手术 比如说单纯性的以初选为主的痔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局部用脂动脉结扎 或者是用樱花注射就可以解决 如果要是一圈的痔疮拖出来的话呢 我们就考虑做PPH PPH是什么呢 PPH是近年来做的比较多的一些微创的手术 它可以把整个治核呢 向上提起来 切口呢 费于粘膜层内 所以患者呢不同 做完手术以后呢 患者没有什么特别不适的症状 不会感觉到明显的疼痛 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微创手术 但并不是说每个痔疮都能做这种手术 比如有些痔疮呢 拖出来砍洞到那里 不能够回那 是不适合做的 PPH呢 它只适合三期的痔疮 另外有一些人 比如是有血栓形成 经常这种血栓质呢 也只能用传统的外波内加的手术 或者是坎顿质呢 也只能用外波内加的手术 感谢观看